今天有約為我主廚上半場的節目 有中華養生休閒保健協會執行 辦理的兩岸養老產業論壇活動 我們感謝大會指導單位 美國參觀光醫學總會亞太總部生物人與輔助醫學亞太總部 美國西馬國際醫學與教育組織總會 還有國際協會單位 美國國際衰老學院日本國際節能教育基金會 越南醫學會 還有中華民國養生休閒保健協會 日本國際節能教育基金會 全州市養生理寮協會 協辦單位有美國國際醫療觀光總會 美國國際抗衰老學院 台灣桃園縣愛與祥和公益聯盟總會 中華民國能量醫學學會 馬吉邦台灣企業教育培訓聯儀會 四川港港署旅遊開發有限公司 共同承辦單位有中華民國養生休閒保健協會 中華國際生物人學會 中華國常生學醫學會 中華民國令肺醫學學會 中華國際溫熱法學會 中華熬核療法醫學會 台灣醫療品質促進聯盟中華文化公益總會 支持單位由中華荷蘭傳統文化促進學會 共同來辦理 相信今天大家來現場的嘉賓 都是關心如何養生保健 俗說養生做得好 保健康百歲沒煩惱 我們首先邀請我們的主席 周中堂 周主席上台致時 掌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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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在這邊指示 我看我在這邊比較快 我那個 他那個女子 可能我們常在發表 喜歡站著 我們在此先感謝我們 衛福部議事師 劉毅清專門委員 麗玲 我想 為什麼要來做這個 兩岸養生養老的人 尤其要把生物輔助學帶進去 我想這個 緣起 緣起我大概在四年前 在四年前的時候 我們行政院 來部中心羅斯雄先生 那時候有跟我講說 兩岸開始要做醫療觀光 那是不是 我組合一些團體 我們開始組合一些團體 大概進行了100個協會 有一屆的 也有另一屆屆的 那這100個團體 結盟之後 到北京的人民大會堂 然後開了一個多國 多國的國際會議 也進行了一些協議的進行 我想這個是 中國本身的影響力 那我自己本身 因為以前擔任 擔任這個西法組織的秘書長 也擔任賽辦 我們宋代表 駐賽辦 四整年的 四整年跟中醫奧 全世界聯合會的秘書長 所以我到中國 跟到美國 到世界各國的時候 常常可以參加WHO 底下NGO 很多的個型會議 那藉由這個共行會議的時候 我認識很多國際的人士 那我就比較清楚就是說 站在台灣的角度上 我應該對台灣的一些醫療政策 我應該怎麼推動 或是有什麼資源對不對 可以帶到台灣來 那台灣 我覺得台灣是一個很美麗的寶島 台灣大概這30年來 我們享受了一個叫自由民主 繁榮的一個腳步 我覺得真好 有時候看到兩岸也好 看了跟日本的比較 跟美國的比較 看了太久 還是覺得台灣這個地方 真的有很不錯的地方 真的有很多優點的地方 但是我們就是說 是不是要讓台灣更好 我想說我們從事公共政策的人 就是覺得說 是不是可以結合一起社會志工 然後社會跟領域的 有心的人士 相關領域的這些產官協 我們來推動一些法案 所以我大概是在 中華民國93年的時候 大概跟 用了六七年的時候 把那個溫泉法 溫泉法結合起來 兩黨把它刪除整個通過 刪除通過 93年的時候我是負責 把世界衛生組織 就是溫泉63個國家 63個國家 一些國家帶到台灣的 半五十七屆的溫泉大會 但那個大會 也算是在過程中 安排把國際的力量帶入台灣 然後讓溫泉法 在當年93年的時候 刪除通過 我想這也是一個過程 前五年我進行國際醫療的時候 發現就是說 這裡面有很多的領域 對台灣是有幫助的 很有幫助的 所以我大概在前一個月 我在前一個月 我在想說 如果我有台灣來辦的話 怕國際力量不足 怕國際力量會不足 或是有時候說 我要把國際人士帶進來對不對 帶進來 有時候成熟不成熟 我又有在想很多 那我就乾脆先在泉州辦了一場 泉州的市政府對不對 陳隆州也是一個醫師 他副市長是做對台的 那我想說那就是好姻緣了 我請他帶泉州市政府協助 結合了很多的泉州市的理疗協會 用這個協會 我請了美國證教所的董事 胡海燕到中國來 這個人掌握了證教所的很多的基金 然後因為在泉州辦這個活動的時候對不對 引起了中國老齡委 老齡委的專門委員幾個幹部對不對 操縱中國養老事業的一號手 所以一號二號手對不對 到泉州來找我 那就變成台灣美國跟中國三方會談 三方會談 晚上的時候 早上辦活動 晚上我們就在飯店談事情 談台灣在兩岸的養生 跟美國的養生養老裡面 我們到底要怎麼結合 要怎麼去做 那三方提出了一些備忘錄 簽署了一些備忘錄 準備要進行 中國其實有很大的基金 美國也有很大的基金對不對 把這個基金要用在兩岸 一些養老的店 叫養老的店 我想養老對我們台灣來講 還沒有那麼可怕 因為我們現在孩子生得多 我跟中國 所以我在大會裡面 我跟他們開了一個很大的玩笑 我說你們一胎化四十年 正準備開始 你一個小孩子 要養雙方父母親四個人 可能到最後是六個人 那我們台灣人 因為孩子生得多 我們有兩個 最起碼或許有三個 我們可以平均分擔 可以平均分擔 如果平均分擔的狀況之下來講 我們就壓力沒那麼重 再來台灣的健保 在世界是非常 制度非常完美的 在很多國家的比較上來講 我們其實是優秀於人家 這就是我們台灣健保的優良的地方 所以我在大會的時候 提到健保比他們還要好 他們都心難的接受 這也是台灣棒的地方 我想我們要升級台灣這個地方 那我想我在這邊嚴禁一次 就是說希望我們辦這場會議對不對 在台灣辦的會議 跟前週的會議 還有我大概這個月 這個月十五號十六十七十八 我必須回到杭州 去擔任世界養生委員會副主席 我們請了大概有三十個國家的大事參戰 參戰過來 然後美國商務部一些助理部長也都到 聯合國的官員 還有世界衛生組織的官員全部都到 我在想我以大會副主席的角度 我在大會可以支持的過程中 向來是把台灣要做的一些事情 或是兩岸要做的事情 可以透過這個身份 也可以透過這個機會表達出來 中共會說我台灣要做什麼 那兩岸可以做什麼 那以這個角度之後 我們可以把一些關係 還有一些人脈兜起來 兜起來來跟請世衛 或是請聯合國這邊 來做一些協助 那因為我現在是世界養生委員會的副主席 我跟聯合國活動委員會這邊有結合 有結合 當然我擔任一個要職 有一些健康計畫的執行 計畫都是我在執行的 換個角度就是說 我想有了國際關係 也有了一些 一些美國的基金的支持 再加上我們日本佐保 日本佐保產物這邊 他跟商社 商社也有一千多家 一千多家 其實這裡面有很多的技術 很多的人才 很多的資源 怎麼把它兜起來 去做養生養吧 我想這是我逐步要做的事情 那也覺得應該是 發個一年發個兩年 應該會看到一些成績 如果三年四年應該會小成功 如果給我弄久一點的話 我想這塊靈異 我應該會在兩塊國際做得很好 我的角度還是覺得台灣真的很美 那我想 我就不太先介紹一些貴賓 因為我們時間上有限 我先請我們衛福部的 衛福部這次這樣專程來 給我們支持跟幫忙跟協助 我們很感謝 我們是不是請我們的 邱金專門委員先幫我們大費支持 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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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